大家好,我是林敬禧醫生 是香港的一位基格科醫生 今天我會和大家講一下保諾治療 接下來的片段 你會看到身體不同的關節 接受保諾治療 可以是頸、牙膠、腰、肩膀 身體的任何關節手腕 保諾治療究竟是甚麼呢? 保諾治療的英文叫Prolotherapy 或者是Regenerative Injective Therapy 中文譯作為保諾治療 或者是在身注射治療法 它是一個安全 做手術沒有那麼危險 沒有那麼創傷性的治療方法 它用作最主要是幫我們去修補 我們身體裏面一些受傷的軟組織 它包括甚麼呢? 包括我們的刃帶 即是骨與骨之間的刃帶 骨與骨之間 或者關節裏面的關節骨膜 體肌膜、肌肌膜、肌肌膜、肌肌膜 或者在我們關節裏面的軟骨部分 這些地方在我們的身體很容易受傷 而受傷之後 也是血液循環比較差的地方 所以復原來是比較慢 而我們這個保洛治療,Prolotherapy這個治療 其實就是用50%的Glucose,50%的普洛糖 我們把它稀釋了少少之後,我們就打回這些受傷的部分 又或者我們可以用身體自己的血液 然後我們把它用離心肌,吞完之後 剩下一些高濃度的血小板,我們注射回受傷的地方 而這些注射的方法之後,就會刺激到局部有一些輕微的發炎 而發炎就是會帶來生長的因子 而這些生長的因子其實是會幫你用你自己的免疫系統 去修補你自己受傷的,無論是印帶,肌腱,關節膜,軟骨,那些軟組織 從而達到這個治療的效果 而這些軟組織的受傷,很多時候都是我們痛楚的根源 所以保樂治療和Prolotherapy這個治療方法 其實是我們在治本的一種方法 如果你有任何問題,可以聯絡我們基格科醫生 又或者是聯絡他們的網站 是www.hkimm.hk